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卡洛斯 今天已经是年28 在这里先恭喜各位老师 明年在教学上苦苦生威 不要再被我疫情牵制就好了 前两个周 我就开始做Arduino教学 我看看我的成果 我呢,大大話說不經過,我已經是拍了十幾集的了 但有心水清的粉絲告訴我,卡路斯,你好像很少講過全感器 那我看回,果然是,原來我曾經教過同工,怎樣控制LED,怎樣用按鈕,怎樣控制駝機,顯示屏 以至於密聯網,我都拍了好幾集 後來再做一些難一點,例如萬向車,MIDIBOX等等的雜作 以至於最近重啟Nook Times U的兩集,似乎我這個系列,似乎我這個系列,運用Arduino的輸出比較多 沒錯,一向以來我都有很多集,介紹過怎樣讓Arduino發出聲音,光線,或者控制摩打,步驟摩打,托機等等,去產生動作 而粉絲提到的所謂傳感器,Sensor,就是一種輸入的元件來的 那他們建議我,拍一集,去講解一下這種傳感器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傳感器有上千上萬種 一集就怎樣拍得完呢? 所以我打算由今集開始,跟大家講解幾款,我自己非常常用的傳感器 顧名思義,傳感器就是將我們生活環境裏面的一些數據,感應到和傳達出來 包括光線,聲音,氣味等等一些我們人體都可以感受到的變化 以至於超聲波,紅外線等等一些,連我們自己都感受不到的刺激 而最厲害是傳感器傳送回來的,不單只是一種感覺,而是精確的數據 一般來說,傳感器分為兩大類,就是類比和數據 這裡有個網頁講解得很清楚,還列出了常用的九種的傳感器 包括有超聲波,紅外線,光線和溫度等等 那什麼叫類比傳感器呢? 原來類比的傳感器,就可以將得到的資料化為一個電壓 再通過Arduino的A-to-D Converter,就將它變為數據 上一次卡洛斯教大家做的電壓錶,雖然沒有用到傳感器 但是都是用了相同的原理,讀入電壓,然後轉化為數據 而數碼類的傳感器,它傳回來雖然是0101的數據 但是在一般來說,結構更複雜些,所以它的能力更大 我們先看一下超聲波傳感器,HC-SR04 接線上並非接駁analog pin,反而是接駁兩隻Digital pin 而我曾經在初手翼自動供應器用過的IR sensor 即是紅外線感應器,又有數碼板,又有類比板 好像這一款接駁了A0,所以就是類比板 另一款接駁Digital pin,就是數碼板 至於下面這一款光線感應器,很明顯是光敏電阻 加上一隻Pull Down電阻,來砌成一個分壓器 這樣的情況就一定是用類比輸入 用熱敏電阻來探溫度,情況都是一樣 而很老實說,在家裡的環境裏面 你又需要去量度,氧氣量有多少 二氧化碳量有多少 又有多少機會要用到超聲波和紅外線去探測 有沒有賊人進入呢? 因此開始來說,這次想先介紹大家認識溫度的傳感器 在常用的溫度傳感器裡面,這款DH-T11 就是常用中的常用 它是一隻數碼的傳感器,準確度自然好過熱敏電阻 而且除了可以量度溫度,它還可以量度濕度 摺腳方面,只需要摺,正,負和data三隻腳就可以了 剛才文中提到的DH-T11,就是我手上這一個 坊間買回來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但是很容易認到它的樣子 我手上這隻就寫得很清楚 DH-T11,就是資料線 GND,就是地線,就是負極 我自己習慣用顏色線來分清楚腳位 例如正極,我就會用紅色線 負極,我就會用黑色線 而DH-T11,我就會用黃色線 此次我用回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組 給我做電壓錶的那塊板 在它上方找到正極,負極,和D4的腳 就插到data線 如果插得對的話 而你又同時用了USB供電的話 DH-T11上面的LED就會亮了 由於三條線的兩邊接駁位的排列都不同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用排線 編程方面,我也是用電壓錶的程式來修改 但修改之前,記住我們用了新的硬件 必須要再入新的Library 今次我們打入DH-T 你就會找到DH-T的Library 安裝了之後,大家照著我的方法 修改編程 首先打入這三句 就很明顯和全感器的程式附和有關 請特別注意當中的第三句 作用是設定NOTEMCU哪隻腳去讀入資料 這裡我選了D4的針腳 其實相當於GPIO2 所以Define DHT Dpin就是數值2 下面這句就是把剛才Define了兩個數值 設定入去DHT 好了,經過了OLED的設定之後 去到最下面我們設定了兩個浮點的變數 一個叫做T,一個叫做H 就用來讀入攝氏溫度和濕度 接著要做的呢 自然就是在OLED 印出溫度和濕度的數值 輸入沒錯 就可以開始編譯和上載了 流心畫面又顯示 看看資料沒錯的話 即是打工告成 大家可以加些熱量給DHT11 看看溫度和濕度有沒有改變 就知道它是不是在工作 經過了今天的講解 大家應該知道什麼叫傳感器 也都加深了大家對 運用Arduino和Note2MCU的認識 如果大家懂得分享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更加可以將我今天所介紹的DHT11 和Note2MCU的配合 發展成一個密聯網的project 成為智能家居的氣部點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這樣做 請繼續留意我的影片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 和分享出去 再見